大家好,我是莲莲 这一期我们来勾织一款英文字母小写X 利用最基础的短针针法进行勾织 线材我选用的是四股牛奶棉 以及2.0毫米的勾织 接下来我们从X的底部开始勾织 首先锁边几针 然后勾织七个锁针 接下来返回倒数第二个锁针上 开始编织 先按顺序 勾织六个短针 第一行结束 锁针 分整支片 第二行 第一针 我们勾织一个 两针并一针 后面按顺序 勾织三个短针 最后一针 增加一针 勾织两个短针 第二行结束 锁一针 分整支片 后面的第三行至第六行 大家根据图解上的帧数进行勾织 第六行结束 第六行结束 我们锁一针 将线剪断 然后继续勾织第二片 首先锁边几针 然后勾织七个锁针 接下来返回倒数第二个锁针上 按顺序勾织六个短针 第一行完成 锁一针 分整支片 第一针 增加一针 勾织两个短针 后面按顺序勾织三个短针 最后两针 我们勾织一个两针并针 第二行结束 锁一针 分整支片 后面的第三行 是第六行 大家按照图解上的帧数 进行勾织 第二片 第六行完成之后 我们锁一针 翻转支片 开始勾织 第七行 第一针 勾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后面按顺序勾织 勾织三个短针 最后一针 增加一针 勾织两个短针 然后连接支片 第一针 第一针 增加一针 勾织两个短针 勾织按顺序勾织 勾织三个短针 最后两针 我们勾织一个 两针并一针 第七行 第七行结束 一共十二个针目 锁一针 翻转支片 第八行 第一针 勾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后面按顺序勾织 八个短针 最后两针 我们勾织一个 两针并一针 第八行 结束 水针 翻转支片 后面的第九行 至十三行 大家根据图解上的帧数 进行勾织 十三行结束 水针 翻转支片 后面的第十四行 我们要分开勾织 第一针 增加一针 勾织两个短针 后面按顺序勾织 勾织三个短针 最后一针 勾织一个 两针并一针 十四行结束 索一针 翻转支片 十五行 第一针 勾织一个 两针并一针 后面按顺序勾织 勾织三个短针 最后一针 增加一针 勾织两个短针 锁一针 翻转支片 后面的十六号 至二十号 大家根据图解上的帧数 进行勾织 二十号 结束 水针 将线剪断 然后返回 这一针上 重新起线 将线带出 再水针 第一针 我们勾织一个 两针并一针 后面按顺序勾织 三个短针 最后一针 增加一针 勾织两个短针 数一针 翻转支片 第一针 增加一针 勾织两个短针 后面按顺序勾织 勾织三个短针 最后两针 我们勾织一个 两针并一针 数一针 翻转支片 后面的十六号 至二十号 大家根据图解上的 帧数 进行勾织 二十号 结束 支片的部分就完成 这一根线 我们先不用断线 留下拼接 这里就是支片的前半部分 支片的后半部分 与前半部分 勾法一致 接下来我们将两个支片 拼接固定 一针对应一针 用短针拼接 这根线 我们现在用来拼接 先锁一针 穿入正面的第一个针目 然后再穿入反面的第一个针目 我们用短针拼接 这一针是转角的位置 我们要增加一针 勾织两个短针 后面正常一针对应一针 勾织短针 拼接的时候 在每一个直角的位置上 我们要增加一针 勾织两个短针 其余的位置正常勾织 在拼接的过程中 我们一边拼接 一边伸入填充棉 大家知己去把它完成 而英文字母小写X完成 本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